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迎来了新的一年 能够让我们精神振作 好好的学佛做人 能够拥有更好的一个心态 在人间生活 过去一年当中 我们曾经为众生做了很多的善事和功德 那么新的一年到来 首先要懂得怎么样 要继续地做功德 佛法界讲的叫功德的累计 叫累极功德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在新年当中要好好地学佛 因为学无止境了 每一个人都要懂得 现在人最大的烦恼就是心 在2018年 相信我们很多人还是很多的烦恼 因为烦恼它是心内的一种毛病 这个毛病实际上就是像任何一部电脑的有这个病毒一样 犹如像我们身上的一种不好的细胞一样 它时时刻刻会在我们的精神当中和心灵呢 给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因为每个人都会想不通 想不通之后呢 在自己的内心呢 就会产生一种挂碍心 然后呢 一直想不通呢 才会成为一种漏洞 就是有漏 有漏之心呢 就会越来越想不通 越想不通呢 越会失去智慧和般若 所以师父让你们呢 要懂得怎么样 堵住自己心中的漏洞 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杂念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不通的东西 所以在新年当中呢 要懂得 我去年我做过了些什么 去年 我有哪些是做得很好 有哪些呢 要必须要改变的 在自己心中呢 慢慢要分明 要慢慢要明白这些道理 当你明白这些道理呢 你就看到自己的本性了 当你不能明白这些道理呢 你永远 顺着人间的意境 再慢慢地走啊走 所以你就会让自己 进入一个迷惑颠倒期 所以当一个人迷惑颠倒 可能就会做错很多事情 所以任何一个人做错事情 实际上都是因为没有智慧的表现 今天荷兰能够有这么多的佛友一起 迎接新年 而且还引起了主流社会的重视 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佛法的精髓 和我们爱国的情怀 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对待烦恼最重要的就是从自己的心开始来去除 那么人要懂得烦恼 那是一种菩提 当你有烦恼的时候 你才会用智慧来解决它 菩萨就是让我们经常用智慧来解决人间的烦恼问题 当你解决了烦恼 你能够像一块玻璃一样 很快地你就能看到了对方 同时也反光看到了自己 所以你心明眼亮 所以你明心才能见到自己的本性 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 身体也要注意 任何一个身体行为不好 都可能会造成自己的有漏 一个动作 一个行为 可能让别人生气了 难过了 都是没有智慧的表现 思维上的进步 造成你行为上的进步 如果你天天想着众生 你就不会做出不负责人的行为 如果你天天心中有菩萨 你就不会说出对不起众生的话 所以负能量太多的人 实际上就是因为 他自己本身还没到这种境界 那么境界实际上 就是我们的正能量 正能量就是 好好地学佛修行 众善奉行 那么负能量 你可能就会做很多的诸恶业 所以怎么样用自己的光明心 来铸造自己内心的正性正念 那么就要多看看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的十善业 在师父的白话佛法里面有 守住自己的心 不要让自己的心动邪念 动杂念 你就成功了 所以人的一生 要守住自己的心是最重要 因为守住了心 你才能守住自己的身体 不去做坏事 你的嘴巴口咽才不会犯 所以身口意三叶 全部要守住 我们说人去就迎新 过去过去了 不要再去纠结 也不要再去难过 要好好地展望未来 相信 2019年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 吉祥和如意 因为我们都是 学习佛法的人 我们懂得观心菩萨 时刻在观心着我们 所以要管好自己的身 和心的意念 我们要把不好的杂念 恨念 贪心 不应该拥有的欲望 要慢慢地把它全部去除 我们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 在人间只为自己 不为众生的那些 低级趣味的人 所以要脱离低级趣味 要好好地学佛修行 做一个自己不要狂妄的人 因为人间的一切 就像《金刚经》里面讲的 如梦幻泡音 如路一如电 应作如是观 好好地看着今天 你就会谦虚 好好地知道自己身上的毛病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受别人的爱戴 你对别人所付出的爱也好 付出的任何的物质也好 实际上在你的心中 当你给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已经得到了满足 实际上真正给予别人 那是一个形式 而真正得到满足的是自己 就犹如自己母亲一样的 她忙了一天做饭给孩子吃 孩子吃得满意的时候 实际上母亲没有吃 是自己最满意的时候 所以我们帮助别人 要真心真意 要实事求是 要明白观世音菩萨 怎么样在帮助我们 我们就应该怎么样 去帮助别人 所以要明心见性 所以度有缘众生 做一个能够救众生的好佛子 本来他们让我讲几分钟就可以 师父特别爱戴众生 大家也知道 希望师父能够在2019年 元旦给大家多讲一点佛法的东西 师父再给大家 稍微再多讲几分钟 一个人的心态最重要 如果你今天开心了 你什么都好 你今天心情不好了 你觉得这个世界 就是对你来 就是一个末日 所以学佛懂得 这个世界一切无常 所以临生有何起 也就是说 当你生出来了 有什么好欢喜的 就是这么个人生 在走自己的路 临死有何惧 要到死的时候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们学佛 有菩萨保佑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以后还可以到天上去 所以临死有何惧 若物空性法 如果你懂得了空性 如果你懂得了菩提 无生亦无死 就像我们没有生出来 也没有死亡一样 就像我们从来没有过的 发喜 一直在心中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小孩子 他一直是这种心态 长到大 他就一直像孩儿般的 这么的天真浪漫 这么纯洁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长知识 我们大了 在长心眼 我们慢慢地 越长大 越嫉妒 越长大 越变得心胸狭窄 越长大 越给自己造成很大的障碍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知足心要长存 做人 好生心要长灭 这样的话 你才能安闲自在 做一个人要懂得 安闲自在 你心要定得下来 所以在人间 不管碰到什么烦恼 痛苦 当你有办法的时候 实际上 你就是自己心在做主 当你在这个世界上 走投无路了 觉得没办法了 你就是魔 在做你的心的主人 所以我们用佛心 来做自己的主人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佛心 长住在心呢 所以要学会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当中 不要把自己的智慧 能够推掉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学会忍耐和忍辱 因为当你忍耐的时候 一切造就 一切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当你不能忍耐的时候 这个事物就开始发生变化了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家庭吵架 当一个太太不能忍耐的时候 可能这个家庭就破了 当你在很激动的时候 跟别人争吵的时候 如果警察来了 你在狂暴 你在狂叫 你在跺脚 你在非常西斯蒂里的 讲一些话的时候 可能警察马上就把你 靠起来 先把你带走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忍耐 而且能够受辱 实际上这个受辱 并不是你真正的受辱 因为它如过眼云烟 可能一个小时之后 你没有感觉到这是收入 这就是人的境界不同 为什么人 有的人会特别的狂妄 为什么会特别的难受 就是因为他的心 所以忍之为德 一个人能够忍耐的人 他有道德 你看吵架的人 他都没有道德 动不动就跳 一个有道德的人 能够忍耐 能够安详 能够自在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在新年当中 不要造恶业 不要造诸业 诸恶业 就是靠的忍耐 因为你静得下来 你就能战胜你的业力 佛经上讲叫敌 就是战胜他 敌这个 抵住这个恶业 所以富贵也会有轮回 但是学佛精进的人 心态好的人 能够精进 能够忍辱的人 他就永远不会轮回 因为他的心态 所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要有好的心态 我们要像烟花一样 放上去 让别人都开心 都雀跃 放完了 很低调的 垂下了眼帘 让别的烟花 也就是让周围的 所有的人 都能散发出 他们慈悲的光芒 而我们散发过了 就要学会低调 团结 一心 你才能 制造出整个烟花的 这种 灿烂 独目的光芒 所以不要以为 一花独放 它不会 让别人感觉 春天到来 希望大家 在新的一年当中 正见正思维 正与正业 正命 这就是我们学佛法 的要正 所以正精进 正信念 正定 所以都是对我们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能够在 有 效的这个时间当中 好好做出 无限的为众生 服务的 工作 所以 求到佛法了 我们是最有智慧的人 理解佛法了 我们是有般若的人 当你运用佛法的时候 那你就是一个开悟的菩萨 所以想通想明白的人 就是开悟 想不通 在2018年 还有很多想不通 你还带到了2019年 你就等于把 2018年 你所有的垃圾 已经移到了 你的新房间一样 所以要把心中 不好的杂念 全部去除 不能有 丝毫的 这种 不好的杂念 称恨 与痴念 全部带到 我们的新年当中 新年 新气象 希望大家 能够在新年当中 好好地学佛 修心 人成 即佛成 你做人 做得像菩萨 你就离菩萨不远了 远在荷兰 虽然在 这个欧洲 但是师父 心跟你们连在一起 师父也跟全世界 佛有的心 连在一起 再一次 祝愿你们的活动 圆满成功 能够度到 更多的有缘众生 能够让每一个人 多吃一顿素 少吃一顿荤 多发一个善念 消除每一个恶念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 应该 以此为荣的一种境界 希望大家好好努力 一定要 懂得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的真谛 就是在我们心中 真正的一切 都是由我们人 在控制的 如果你今天 能够控制你的心 你就 能够 拥有 你的命运 所以 不要去怪别人 都怪自己 因为我们 跟着环境走 心 天天在变化 天天在动 学菩萨 碌碌不动 你就能够控制好 你的 这个心态 尤其 在2019年 到来的时候 你能够 好好地 学会忍辱 控制自己的心态 你将会 拥有一个 人间菩萨的境界 也希望你们 好好努力 学佛修行 也希望 很快地 能见到你们 师父也 希望大家 学佛精进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